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国际女王菲姐 还有好友艺人包卫民 自身媒体人呂文婉 请 哈啰 菲姐 菲姐 嗨 菲姐 嗨 菲姐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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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謝謝 你們三個誰是誰的救星 其實菲姐是大家的救星 大家的救星 這是真的 它是一個開心果 起碼就要為大家怎麼做菜 對 這件事也很重要 是 招呼人情 但是 聽說已經七十歲了 這樣也太過分 七十歲 這種身材 你沒有騎著 騎著 看這個 買的 客人來看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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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說誇張 真的 太誇張了 謝謝 感覺像七十年次 七十年 五年年代的 比我年輕 五年年代的 其實菲姐 本來是一個採茶姑娘 對 鄉下人 你是新竹北埔人 對 所以是客家人 對 客家人 你可以講客家話對不對 沒有 沒有 不會 你會講嗎 我半點錢 錢 我半點錢 那首歌 誰會講 誰會講 我想你也會 我會 我主持過客家節目 真的 我是半套的 那採茶姑娘 怎麼會變成過去女王的 這一段一定有一個 高潮迭起的歷程 那採茶姑娘是小時候 那個時代都是農業社會 那時代都很苦 我們家是有山 山都是種茶樹的 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是 靠茶山吃飯 那時候爸爸就說你 假日 星期日不上課的時候 要去採茶 一斤五毛錢 就鼓勵我們去採茶 五斤五毛錢 一斤採五毛 我們就上山去採茶 就好認真 就採個幾塊錢 那個 雅玲可能忘了 她70歲 她跟我們年代 所以那個年代的 一斤五毛很不錯就對了 很大年 所以 不會吸引你上去 五毛蠻好想 五毛蠻好想 五毛錢 真的 以前就是五毛錢 那個時代 對 那怎麼會離開茶香呢 我們那個時候 這生活實在太苦了 那個時代就是 爸媽不會讓女孩子去 什麼鼓勵去念書 什麼都不會 但是那個時代 我們就想很喜歡 到都會來賺錢 養活家裡 這樣把家裡過好一點日子 這樣子 以前的女孩子 女人都是這樣子 是喔 你家幾個兄弟姐妹 我八個 八個 對 我是第六個 我只能講 媽媽辛苦了 八個 所以你就覺得到都市去賺錢 比較有機會 是啊 到都市 就想說到都市來闖 就那個時代 就是膽子也很大 那時候幾歲 17歲 18歲 好小喔 對 很勇敢的 很勇敢 採茶姑娘 就直接到台北了 坐火車 那時候 坐火車 身上有多少錢 那個時候可能只有幾十塊錢而已 那就很多了 那時候我們就 台北就去找 就店面 就當店員 店員 對 有賣化妝品的 有賣布的 那個時代 好適合的布妝 國外路可以洋路 對 我家的百貨公司叫她 就慢慢學 我也差點很喜歡去做美容師 那個時候 後來就沒有做 後來 就 就結婚了 所以 很早就結婚了 也不早 那個時候 我們24歲結婚 也算老的 那時候算老 算老的 結婚就 很快就生了小孩 兩個小孩 生兩個兒子 那就從此相夫教子嗎 真的 對 也是當家庭主婦 就是 很正常的家庭主婦 當了差不多五年吧 當了五年家庭主婦 很秤職的五年 第六年就開始 不正常 對 太康 太太太 沒有啦 那個時候可能比較輕鬆 家裡有傭人在 就請在家裡 所以妳是 嫁得不錯 就小康 小康還可以 妳這樣子我們有意見耶 有意見 聽到騎不下去 妳沒有傭人 妳有傭人小康 還沒有平衛 一起平衛 家裡先生 先是做生意 那個時候 再放鬆了 就是後來就被 怎麼說呢 就被爬走了 被別人爬走了 對 但是到最後 我們選擇了這條路 就是很認真的 認真的過這 跟對方講過的這一條路 也過了三十幾年 三十六年 到現在是四十年了 所以大半輩子 都是跟 在鍋子生涯在 在鍋子 這個區塊上 所以人生第一次接觸 鍋子這件事 因為這很重要 那個點是在哪裡 在意大利 意大利就是說 也不曉得做什麼生意 剛好碰到台灣人 在那邊做辦公的 就台灣的好像大使吧 地下大使 辦事處 辦事處 就不熟悉嘛 我們就去找了台灣人 高雄人 他姓陳 他就說 我有什麼生意好做啊 這樣子 他說 好耶 他說有一個產品 在台灣有兩個老闆做過 不成功 失敗了 你們有沒有興趣 我說什麼東西啊 他說就是一個 我們以前做的一個 快鍋 壓力鍋 因為剛開始那種鍋 台灣是不適合嘛 不適合 不太會用對不對 有耶 不鏽鋼鍋 不知道怎麼用 是憑理鍋對不對 憑理鍋 OK 所以剛開始 以前我們都用這個 壓力鍋 剛開始我們是賣一個壓力鍋 那時候 你可以有拍一部電影 快鍋會爆炸 我想欣賞很多來品 快鍋會爆炸 這是電影名字嗎 快鍋會爆炸 以前 那個40年前 曾經有這個新聞 因為他不懂得用 你知道 還演電影你知道嗎 後來會爆炸 那我們說 這個義大利一定比較安全 好 那我們就進來 就百貨公司不要賣 這樣一聽到快鍋 趕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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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鍋我不敢用 真的 是這樣子 所以真的很難賣一個出去 後來很難賣的時候 我就乾脆煮東西 讓人家聞香而來 因為台灣人 差彩都快 油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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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是會吃的嗎 對 會不會吃的 會不會吃的 他說不會好過 我都不敢說 我那個動作 我都想說 這是有氣質的節目 真的 OK OK嗎 OK了 後來我要教課 跟妳要上課 跟妳去會煮是不一樣的 那個壓力很大 所以我趕快去跟人家拜師 回來 又用鍋子的不同 那是傳統的炒菜 學法 又回來用我西餐的鍋子 那個時間也不對 什麼都不對的 所以一直在試 專研 對 專研 所以你自己研發就對了 自己研發 以前就關在廚房裡 就這個面 一個人面對牆壁 結果做不行就丟掉 或是給孩子吃 然後再去市場再買 再買回來 再做 一個菜要做成功 最少要試試 所以很有毅力 我們剛開始的是賣飲料 賣冰的 再上這個40年 你也賣過冰 我們以前賣10塊 12冰 一杯10塊 只有他 街坊就說 那個機器賣不掉 他就說 叫我去賣冰 台灣人在賣冰 做伊心最好的人再來賣冰 當然是賣冰 第一做伊心 第一 賣冰 第三 自己吃一隻冰 我就帶一個斗粒 雙個布鞋 一杯10塊 一杯10塊 人家這麼多 就是那個 你當作去採茶 太陽太大 太大 太陽太大 真是夠飛行 你怎麼這麼傻 這麼久你就做得要漂亮 對 真的 一些年輕的分本 然後就還要跑警察 獅子林那個時候都是 都是那種大哥的地盤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要跟他們混在一起 對 那個時代就這樣子 那就拜託他幫幫忙 那都怎麼混 對啊 這個好像很難 哥們 哥們 喝酒 我們來吃飯 我就請你吃飯 半島 真的 是 然後後來 只是賣個冰需要那麼辛苦 對 那個時候就這樣子 後來生意也很不錯 一杯10塊買 一天差不多好的地點 所以可以賣到1萬塊 1萬多塊一天 用了幾個10塊 10塊賣到1萬 那不停 你的業績也太好了 然後在做的時候 就不是說管區搞好搞定就好 不是了 我的天啊 很多單位 來看你怎麼在那邊擺路邊探 這個老闆是誰 來 開個罰單 衛生局 衛生局 還有警備總 不是警備總 什麼 反正分局裡面很多的 對 什麼 分局裡面很多的 然後警察 警察 反正就是罰單接不完就對了 然後就叫你的老闆娘來 老闆來 你的後台老闆是誰 為什麼 可以這麼大膽擺這個路邊 幾點幾分到我城中分局來 然後幾點幾分到我桂林分局來 那個是在28 9歲 聽到去分局 到了分局又 下腿都軟 那個上唇跟下唇一直 一直抖 我進去的時候沒有人 我對隊長來接待我 我說到他房間聊聊天 我說好 謝謝隊長 然後 然後等到4點50分 一個一個十個八個二十個五十個 全部回籠了 回到分局來了 我說我是誰 然後 你就是要把那個 百路邊賣兵的一個 你怎樣 你明天就給我搬走 你明天給我載走 我說不載走 我們幫你載走 我說 那你要載去哪裡 我幫你載去燒掉 這樣子 我就拚得好難過 生財機器 機器給我載去燒掉 我說不要這樣子 我要怎樣 我就好好地講盡了 每一個八十個人 罵我一個小女人 我說三十歲都還不到 八十個 七 八十個 一個警備隊 一個警備隊裡面 就回來幾十個 有這麼嚴重 對 你才一個攤販 對 那個時候是這樣 結果後來看我 罵他 結果一個 隊長不是跟我聊天 接待我聊天的時候 他跑出來 我一看他 隊長 我就哭 一直哭 我怎麼那麼委屈 麥格林 就被那麼多人 警察常常跑分局 常常被警察罵 這樣子 跑警察罵要跑到最後 你知道嗎 做了疫警 做了四年疫警 妳當疫警 換你去追別人嗎 四年來城中分局的疫警 當時很多的警察說 分局差一個女疫警 要不要搭 我舉雙手雙腳 我說好 換你來罵人這樣 後來我就 疫情不能罵人 疫情要扶你 做社會服務 做社會服務 真的去上了四年 當了四年的疫警 那真的要學 去學柔道 去上課 所以你也是好幾段了這樣 沒有好幾段 皮毛也會懂 但是也穿著制服 穿著警察制服 有鞋子 有帽子都有 我是在家裡 留一套在家裡 真的 你還可以拿來炒菜 對 所以有沒有 所以我發現你都是 什麼事情會 七力輕微自己去做 像是你說 鍋子這件事情 就是進口義大利鍋 對 其實對一個企業來說 在那個時候是危機 不會出去 這是一個危機 可是你就是會把它化為轉機 對 真的危機變轉機這樣子 那個時候真的 有時候經濟很不好的時候 非常不好 那我們也是很認真這樣 就一步一腳印 就百貨公司 就不停的賣 我早上六點半要去買菜 就去大市場買菜 那個時代創業 公司也沒幾個人 你知道嗎 表演一天的菜就是 左扛30 右扛30公斤 這樣拖… 拖回來還過斑馬線 還有過馬路 紅綠燈 拖到回家也很累 好累 還有洗 打包 包好之後 再去 自己要化妝打扮 好 再扛… 扛到百貨公司 那個真的很累 不是一般的人吃得了這種 想像得出來的辛苦 而且其實他在做菜的時候 產生的能量真的 讓大家超大 非常有魅力 是 所以我就跟他主持過一段節目 一年多 這就是你們的結緣是嗎 我們兩個結緣 沒有 我們今天是打高爾夫球 打高爾夫球 我們今天曾經組過一個 明星高爾夫球隊 天啊 你也是會打高爾夫球 他會 他到現在還在打 他打得算不錯 但是他的聲音 比球技還厲害 聲音怎麼說 因為譬如說我們打球有18洞 那譬如說他打了3洞之後 我在原地 3洞 差不多有 聽到我的聲音 差不多2 3公里 還聽得到他聲音 是 你看看 我進去了 阿菲姐 前面男子也是菲姐 我怕他 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 就是他的聲音很熟悉 很有 passion 其實他那時候算是在鍋具 已經非常紅了 還好 所以他辦一個菲姐之業 對 他突然就邀請我 我說維銘有沒有空來 這樣子 希望邀請我去參加 我說好 講到這個 我真的要謝謝你 沒有 我真的 救星出現了 對 我就好感動他 我現在是救星是不是 對 坐好 坐好 畫圈在後面 真的嗎 我也 真的謝謝維銘 就這樣子我就讓我好感動 我回到小夕我就 班完我就一直 我都感動到哭 因為那個時候 打完球是一個球隊 也很多明星 大家都熟悉的明星 但是我在想 我們打球都那麼熟了 你知道 哪一天我在洪喜那邊 有辦一個叫菲姐之夜 有差不多兩三百個人 坐遊覽車來的 都是VIT的 都是買鍋子 超過六位數以上 我就求說 小朋友問 可不可以哪一天我請你到 我洪喜之夜 我有一個洪喜 請你幫我來玩 要住兩天 可以住一天一夜這樣子 我請你還幫我忙 每個去問我 回頭都沒有人給我有聲音 你知道嗎 可能不太熟 阿維銘呢 他看了我走了一圈回來 好像沒有人要幫我忙 真的 他說維銘 他說沒有人幫你 菲姐 哪一天 我可以幫你忙 我當時好幸福 好感動 但是 你知道當時我看到情形是 有一點熱臉貼冷屁 冷屁股 我的感覺 因為那時候去很多大牌藝人 我就說幫他 我說還想要找朋友 我就開始點了 點了幾個人 因為我算是資歷 算還滿藝人的生活 我說要不要去 一直去 結果很多人就 後來就很多人去 打完球就 參加晚上的派對 那時候晨晨也有來 王晉穎 很多 也滿多的 這是謝謝你 真的 包圓把我那個場面炒得熱發 鬧翻天了 所以是這樣子結緣 後來就開始主持了 沒有 他就隔眉多久 菲姐說有一個節目 其實他那時候已經 意態藍山了 其實他已經做了 十幾 二十年來 心理很好 不是 他已經不想再主持節目了 他那個節目 我跟你講 他錄了十年 重播十年 八年了 他那個大家看到 以前那個是裝扮的蘿蔔什麼 什麼內褲都套在頭上 沒有 開玩笑 內衣外穿 他是蕾絲滾花邊來做菜 穿短裙 穿個白紗 可以做菜 也不會碰到黑油油 他就說韋明我們一起來 他說你口條不錯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來 對 我說好 試試看 就是我已經乾掉了 說真的 一直一個人在台上錄了十年了 結果我覺得好乾 我不想再錄 那時候我就說 我也沒辦法聊來聊去 我說那也好不錯 那我們美食跟音樂結合也很棒 先來一段音樂 對 來音樂 我又找了兩隊 年齡滿大的音樂的樂師 俠飛錄的那一種 對 來伴奏 然後他唱歌 我就跳出來這樣 但是我在這邊想講 覺得菲姐 另外一面 不為人知的 大家在舞台上看到菲姐 很光鮮亮天 你看看 你看看有沒有 裙子都可以這樣子有沒有 就是很熱情 但是私底下就是 在錄節目之前 可能前一天兩天 他完全不像個明星 比春菇還春菇 還春菇 就是很忙 他去買菜 魚不對 他要求很嚴格 那個魚不對 新鮮度不對 他都要自己重新去買 所以你看他拿菜 還有包括盤子擺盤 比如說他這個花色太花了 不適合放五顏六色的菜 他說要拿個素盤 所以他就 就是很忙 我就看他很忙 一上了場之後 其實他都會先靜下來 真的要靜下來 所以我覺得人一體是兩面 他如果不靜下來 在台上他的能量 一下就又完了 我們一天是錄五級到六級 你知道錄到第三級 其實他沒電 都錄 底都六級 因為你看看 我們比如說早上十點開路 他四 五點就起來了 去買食材 而且有些新鮮的魚市場 要很早就去 對 很辛苦 所以真的我在這邊 有時候還滿心疼我這個姐姐 很辛苦 而且還不但是拿菜 還有大包小包的衣服配件 都是自己來 對 有一個助理 但是助理已經拿了三包了 你自己就自己在拿 他自己又拿個四 五包 他要自己的衣服 還有自己的裝扮 還有菜 還有盤子 但是他有一點還不錯 魚 菜跟衣服會分開拿 他不然就會有菜 哪個角色 拿在插插 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所以你看這一路上 大家也是靠著這個非常努力 也充分展現了客家女孩的 運行精神 真的 對不對 好 我們就來回味一下 炒菲姐的節目 好 你看看 你看看 簡簡單單的 獨特腔調 詮釋自己招牌的口頭禪 你看看這句話 讓菲姐在二十年前 就紅遍大街小巷 比家裡的老公小孩看你做菜 這樣子開心 他吃的也很開心啊 你說對不對 炒菜時唱作俱佳 是菲姐給外界的印象 就是因為他的奏型和旅日歌手 歐陽菲菲有幾分神似 本名甘玉菲的菲姐 成為電視節目當紅廚娘 一主持就是十三年 搖身變成身價上億的女強人 一個禮拜賣出一個兩個都不得了了 後來這樣子怎麼得了 後來我們就煮東西 我的點子也多 煮東西有味道 然後聞香過來 就開始快過煮東西 看我在煮那我年輕 又穿個迷你裙 有人在白鷗說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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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每個人又說 我說你看看你看看 然後就不看菜 就看我的胸部 那個已經很好笑是不是 他說 我說你不是看過了嗎 你怎麼回去還會沾鍋呢 唉唷 你當時看你漂亮 看你就不適合了 就不管了我就買了 回來說 煎也夾也炒 炒到外面都是這樣 唉唷 我說完蛋了 那怎麼辦 那我就開媽媽教室 三十多年前 台灣的資訊還很封閉的年代 菲姐就找到商機首創媽媽教室 買鍋具就教你煮菜 後來還代理義大利品牌鍋具 進駐各大百貨專櫃 甚至2012年圓夢開了餐廳 創業的辛酸卻不足外人道 常常啊 我要對著鏡頭講 我就用一切下去 啊 哇 天啊切到手了 因為刀子有力你知道嗎 那我知道明明切到手 我也不能停 因為正在錄 那我只有這樣子捏著 這樣捏著 這樣捏著 捏著就這樣 用這個這樣子切 就這樣切 切趕快 一結束 趕快砸了去趕快去縫 有時候在百貨公司做生意 那我們都是很high 人潮很多 根本就忘了旁邊有鍋子 一碰個 一機一用 然後我馬上碰它 就那種心酸啊 真的很多很多 進了廚房就不怕滾水燙 菲姐從家庭主婦轉身為烹飪名廚 傳奇的人生故事和創業經歷 就和她的做菜風格一樣 所以光鮮亮麗之外 我們看到有這麼多的辛苦 而且你現場這個煮 其實會留下很多巴對不對 是啊 因為我們在煮 因為有顧生意 我們那個時候是看到有生意 就很開心 人潮很多就很開心 所以不知道旁邊的鍋子很燙 有時候碰到又激一個 那個一個巴以前 你燙了一個巴 就差不多十年都消不了 而且還有那個就是在 正式推出來之前的試 嘗試嘛 就是說每一道要嘗試四次對不對 對 對 比如 對 真的 像我一個炸雞 用我的鍋子 用炸雞給它做成功 真的丟掉四隻雞 第一次又不是沒熟 就是什麼 再來就太爛 果然是不會蒸 不會蒸 炸雞 那個炸雞沒有脆什麼好吃 皮要酥 皮要嫩 然後要不然就怎樣 對 絲絲 結果我兒子說 媽媽 妳還今天晚上 要吃炸雞嗎 我不要吃了 孩子都在哭了 妳可不可以出去吃滷肉飯 沒有 那結果就最後炸雞 我炸成功了 我的天 我都好開心 真的 就這樣出去賣了 就去商場賣鍋 我知道把所有的 那個龜台的小姐 教好怎麼賣這個炸雞 炸雞在百貨公司表演 就是這樣成功的時候 就賣到沒鍋 可是像妳如果在百貨公司賣鍋 或就是這些過年過節 人潮正多的時候 妳不就一定要在百貨公司 是啊 是我真的想想 對自己的孩子很愧疚 因為沒有跟孩子成長 因為都在百貨公司賣 然後沒有過年過節 對 真的 真的那個時代就是 為了事業 為了事業 對 真的是一路來 孩子正要成長的時候 我們也陪他 現在到現在這樣子 我就覺得很後悔 很愧疚他們 就是為了把事業打拼好 做生意做得紅紅烈烈 對 倒是這樣子 可是就失去了另外一邊 對 失去了另外一邊 對 但是不好意思 就想說這是很辛酸 就很 很不願意看到這樣子 因為呢 想說生意就好了 有這邊之後 那邊就沒了 那 當時就想說孩子長大 都有自己的家庭嘛 就好像給他自己 就讓他自生自滅 對不起他們現在 事後來知道 媽媽賣鍋賣得這麼好 那為什麼長到 我們一個鍋都沒有 就沒有他自己的 一個位置也沒有這樣子 所以很難過 這一點讓我很失望 就是說 你防天下人 就不會防枕邊人嗎 可是這個對他來講 最大的衝擊 我覺得應該是在於就是說 三 四十年 那孩子當然都成家立業 那段時間可能錯過了 可是接下來也許就是會很想說 有一個人可以陪伴 這是最後的一個 就是自己的一個期待 對 可是我覺得 那陣子 其實有一陣子 我其實是非常擔心菲姐 他很愛大家 所以他開了餐廳 你知道嗎 他多瘋 他可以把他餐廳弄到 真的很義大利風 自己培植盆栽 自己裝點任何的東西 真的很有異國風情 可是當他發現 這個曾經他認為 是背後很大的 後盾的力量 這個男人 對 一夕之間變了一個人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幾乎把那個餐廳 幾乎是廢墟一樣的 真的 他沒有心了 不是 我應該講說 他沒有心 大家今天看到菲姐 這樣開開心心的 然後坐在這邊 跟大家談笑風箏看以前 其實他有一陣子 我們身邊的人都很擔心他 因為他幾乎 對任何事情他都沒有 我們看到的不再是菲姐 他陷入極度的憂鬱 然後很 就是沒有笑容了 然後他也不知道白天跟黑夜 是不是發生什麼事 就是剛剛其實菲姐有提到說 他大概28歲的時候 27歲的時候 他有另外一段情感出現了 那這段情感就是 後來大家知道的丁先生 那這個 這個丁先生 也是郭聚事業的開始 對 合夥人 對 當然也是愛人的關係 對 就那時候其實 他身邊的這個愛人 對 跟他求婚 然後也跟他在國外 做了這樣子的一些手續 這樣子 可是那時候他完全都不知道說 對方原來是一個 就是有家事的人 對 然後在台灣 所以他是很委屈的 可是後來就是說 也許沒有人知道這個 原來背後有這樣的一段故事 然後大家可能會給他 他在觀上很多很多你知道 很奇奇怪怪的一些 對這些罵人或什麼 其實對非人 他其實真的也夠樂觀 沒有就尋到要怎麼樣 他說好 那我就做我的鍋子 所以他是激情在鍋子 他有一個期待 就是說那都沒關係 老了我們可以作伴嗎 在一起 老伴 就一戲崩盤 你知道那個幾乎是 人生很大的打擊 幾乎活不下去 一戲之間就 可能這麼長年的情感 就化為烏油這樣子 又被介入了 對 那就把菲姐幾乎就是 趕出去了 趕出去了 然後公司也不讓我進去了 然後又找 菲姐是這樣講 所以找另外一個人 代替我的位子 他說我老了 出來很難看 這句話真的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所以我就捨不得他 因為你看嘛 像我們這樣看他 這樣這麼活躍的人 突然間好像就是 泄了氣的皮球 甚至是整個沒有生命力 所以我就說菲姐不行 你要再振作起來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開心 是這大概快三四個月的時間 相信半年 應該講半年的時間 我就拉著他就是說 你要從事以前在百貨的風采 從事你以前在哪裡走透透 給人家的那種開心愉悅感 因為你必須要幫他轉移 大家不要看他的笑味 心情很壞 然後他你知道嗎 大家不要看他七十歲 那個電腦弄得不錯 然後現在也做直播 然後他接觸的都是現在線上 最紅的網紅 有一次 我跟他講 我抄了他兩天 因為我帶他到南部去 對 中南部去走透透這樣 到網紅家去教他 怎麼做菜什麼什麼的 其實最主要是希望他 開心跟轉移 結果我們回程 我記得第二天回程 他整個就這樣瘫了 我說 然後在那邊就是放空 我說 我說 我都叫他 老太太 你還好吧 我說拜託 OK 你要這樣子 要有活力 然後他就看著我 這樣默默看著我 他就說 文婉 你有沒有想過 你媽媽跟我差不多歲 你會這樣抄你媽媽嗎 你這樣子把他抄成這樣 整個 六十八龍心 我當下我心想 對 你跟我媽媽差不多歲數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是 可是給他一些真的 Energy你知道 他真的我覺得他開心度 至少開懷多了 健康多了 文婉也是 也是他把我這樣 這些日子把我帶 跟著他走 然後跟他們年輕 自己帶人在一起 我一直 轉移 轉移其他的方面 我覺得他要 我覺得真的 女人要自立自強 像我自己也是擔心 我覺得女人真的要 勇敢一點點 不然他真的 我跟你講 那麼多鍋子怎麼辦 然後後來因為我們做 我現在做的是全通路 市場全通路的一個 就是貿易公司 所以我說菲姐沒關係 你那些幾百萬的貨 你就交給我 來幫你經營 謝謝 幫你代理 可是是帶著菲姐 救星出現了 對 救星 因為我是覺得帶著菲姐 那他也要投入 就是當然不要那麼輕 我就投入 然後走到第一線去 轉移一下 讓生命開另外一扇窗 是 很重要 如果我這樣付出一輩子 對 而且這個事業也是我這樣子建立起來 你有說到時候 到最後如果是男女感情勝變 也就算了 可是你是 一無所有 一無所有 一毛都拿不到 這 這 對 還要在台上打個官司 還要在互相 對 對付公堂 對付公堂 這是最有讓我最難過的地方 所以那個時候最難過最難過 你到什麼樣的處境 剛開始就是一個人 因為我沒有一個人生活過 突然間一去之間 就變卦了 然後就 那我不知道怎麼辦 每天回到家就是哭 就會哭很傷心 我住在高樓15 13樓 想說是不是 下去吧 常常幾次都會這樣子 因為一個人很孤單 又很寂寞的時候 我就覺得人家想不開 只是一分鐘 那一分鐘沒有救回來 你就 你就去了 就去了 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就很低 很低潮 每天我就哭了一年 哭了一年以後我就想說 這樣也很朋友 很多朋友說不行 你這樣不行 家裡就找一個人來陪我 或者找個傭人什麼的 請個外傭 沒有錢進來我請傭人 當然也會捨不得 也不是我那個不會動的 那個狀況要請 可是就說要一個人陪著我這樣 那當時沒有的時候就 一直親 就我好幾次都會這樣子 後來朋友說你不要這樣子 然後就 我就打電話到店 很多以前商人 那購物台 我就打其中一個購物台的人說 你要不要再賣鍋子 那以前就找我 他知道我是一個老闆人 不可能跟人家代言別的鍋子 那我說不行 那我就回頭找他 我說我現在很空 你要不要賣鍋 還有不要賣鍋 我可以幫你忙 我只是給他抒發 我不想這樣吼這樣叫 我真的會 憂鬱針會很慘 那就是我有地方 再去吼一吼叫一叫就會 就 可以抒發一下 對抒發一下 就這樣子就是一下就 把這個事情想開這樣子 所以就一次而已 他就一直 怪我說我去賣別人的鍋子 代言別人的鍋子 他也沒想到 他自己做錯什麼事情 是這樣子來 但也別的鍋子完 這個時候他才出現 對啊 他也沒出現 還是沒出現 他也沒出現 就起碼有聲音出現了 對 就是跟大家講 有第一衝突的時候 天啊 他就跟員工講 跟所有人講 說我去賣別人的鍋子 他沒有辦法原諒 親和一看 但是你每一個人都想 都知道 你自己的事業做了幾十年 你怎麼去賣別人的鍋子呢 對不對 腳踏我手也知道 對不對 那個當中就是 我不去吼 不去叫 我沒有地方散發 我的情緒 就每天是一個人 一個人滑在天晚上 那也要生活 對 那個時候要生活 沒有月薪給你 對 那可是他一種 沒有月薪壞的時候 我們之前的開支都要 就是每個月的管理費 水電費 那是不是都是要的 他還有 大家不要覺得 他覺得很有錢 他的房貸很重 還是 他以前就是說 對 大家都覺得說 他好像很多房子 房地產 其實沒有 就是他只是那時候領薪水 他還好 我說還好有買一點點房子 可是這個相對的 因為這個 真的付很多錢 這個關係出現 這樣子的一個 應該講說變化之後 一些變故之後 他其實這些就變得 很沉重的負擔 跟他這樣子 他很堅強的經驗 到現在第四年 第五年了 實在是很 那這是很煎熬的日子 非常煎熬 好 所以大家看到菲姐 這麼的光鮮亮麗 但背後你看 哇 淒淒淒淒淒的故事 一起來看 真的很痛 很痛 所以我才會把我去驗傷 鏡頭前聲淚俱下 菲姐三年前的這個舉動 讓外界看到不一樣的她 原來在感情世界裡 她根本是個不被愛的小三 就菲姐趕緊四十年 你也是零開始 我們都是零開始 下面你有這麼大的江山 我菲姐沒有呢 連個鍋蓋都沒有呢 合理嗎 就哎呀 這個講了就是 年輕第一個不懂事 然後沒想那麼多 就走到最後真的也是 我在想想 我好好的家庭被她破壞掉 然後我是不是報應啊 用報應兩個字來形容 現在狼狽不堪的自己 這是年過七十歲的菲姐 最沉痛的覺悟 因為她和丁楊基 五年前感情生變 菲姐心有不甘 辛苦了四十年 與枕邊人創業 到頭來不被承認股份 目前雙方還在訴訟 回想起當年被家暴的陰影 菲姐只能獲著眼淚吞下去 錢都又要來了 那我當然以前被她打過 害怕 那我也去了 就這樣打打打打 因為那桌子她的辦公桌 我買了 這麼長喔 等一個翻桌一樣 就這樣繞著走 讓著走她抓我 結果她抓不到我 她就跳上去把我逮一下 就跟你喘就這樣子 當年菲姐為了丁楊基 拋夫棄子 以為找到真愛 如今兩人卻對不公堂 眼前的一無所有 成了多麼痛苦 哇 反正呢 我們憑著一身實力 對 怎麼做 我們就實力永遠在 是 對 所以我們就繼續 其實她是一個 不會去惹事的人 對 她對人其實都很好 但是經過這件事情 我才發覺到 她真的也不怕事 她還是要去面對 雖然她內心真好 曾經從十三樓 想練輕功 想下去 但是 既然沒有 我覺得你要做最好的示範 是 這樓等得好 這樓等得好 對 這樣我也會想吃 對 不是 我們要做節目 一樓沒看到 沒看到 跑跑 向前跑 怎麼那麼棒 好棒 左邊 好 跑跑不向前跑 5 就這不遠了 劈腿 要嚇我好不好 好 一百分 一百分 劈完腿要休息半年 好 你已經有花也沒這樣 有花也沒這樣 好 好 好 我們菲姐一身實力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籌一下 她做菜的這種感覺囉 我們現場瞧 大家好 大家好 嗨 這才是菲姐 你好 這才是菲姐 我是菲姐 今天開不開心 開心 好開心喔 菲姐 今天要為我們示範 好 今天我跟大家示範一道 很簡單 讓你進廚房很開心 做事很簡單 但是吃起來很健康 健康 開心 健康 好 那很簡單的 我跟你講 今天因為這邊 也不能用火 對 就很簡單 我這邊有一個鍋子 是大家 全世界最流行的這個鍋 然後我打開 以前裡面是很簡單的 有排骨 大家都知道 烤白骨 烤白骨 裡面放什麼 我裡面 我現在要切什麼 切 切長粿 長粿 還有地瓜 地瓜 地瓜放下去了 真的 已經放很久了 我怕這麼久了 它把它放下去了 對 對 白骨和地瓜 韓劑都在這裡 韓劑還有紅蘿蔔 對 這樣先把它放了 然後我是 我都買都是信仰的食材 像冬瓜也可以擺進去 冬瓜也可以擺進去 冬瓜 你看看 你看看 我最喜歡聽這句的 你看看 大塊 皮都不要削都沒有關係 這樣放下去 洗乾淨就可以 對 對 無色 不乾不淨 吃了不生病 我這盒飛姐出口成章 對不對 對 不用緊張 只要大塊 因為它烤下去的時候 它也會軟一點 烤得久 所以切得大塊 叫什麼菜 這個什麼菜 這個掛材 不錯 真的有煮洗果 我一直在開玩笑 跟飛姐也學了很多 掛材 妳也知道要掛材 妳看飛姐切菜就很乾淨 對 絕對不脫 也不會是涼 你不用切切的都下去 切得重就好了 這樣也會切得重 這樣我也會切得重 對 不是 我們就做節目了 你沒看到 沒看到 我真的沒分手 我真的沒分手 我跟你們以前吐司 你就是這種 他的角色就是這樣 不是 我要很臨時幫他做 處理很多狀況 對 對 好 進去 滴進去 沒關係 不要 要蓋起來嗎 好 蓋起來 滾熟就可以吃了 滾熟就可以 我那個都是有機的地瓜 也是彰化了一個江先生 江老闆 他說他自己種的地瓜 是有機的 有機的 他都很喜歡我 就擠了一箱過來地瓜 看我最近天天吃地瓜 這麼嚴峻 讓人家味道一定很濃郁 很濃郁 好 甚至有怪怪的味道 對 那當然現在我 因為我常跑義大利 為什麼義大利這麼 我很喜歡義大利 因為它陽光充足 他老祖宗留下了他很多的資產 對 有葡萄 葡萄 聖材 聖材 還有橄欖 橄欖也是很聖材 對 番茄 都是他們常年的 很健康的食材 對 所以他們都常吃番茄 很棒的 對 番茄 所以我這個是 這是什麼 酪梨 對 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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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酪吉 酪梨 啞鈴一下 都會開懷幹嘛 你現在要不要跑一下 他一直要設計我 說是不是來一段跑跑跑 好不好 可以 有什麼不行的 對 你敢敢吃吃飯 南菲姐做菜 我竟然難得來當她的救星 我跟王王我就來一段 一段就好 好不好 OK 那我前面跑嗎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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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第一次沒有音樂 大家就拍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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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跑 向前跑 怎麼那麼棒 左邊 跑 跑跑不向前跑 5 2 2 就整個不遠了 劈腿 你嚇我好不好 一百分 一百分 劈完腿要休息半年 好棒 好棒 你已經有血了嗎 五血 對 但事實上我們每天運動 你看 我現在還可以空半 是 你真的完全看不出來 五十幾歲 真的 OK 好像三十歲 什麼三十歲 我後面跟他高中生 對 我跟他說也笑 你看我們在家裡的話 好可愛 對 就像 這是水煮蛋 對 水煮蛋 OK 也是破餅就對了 破餅 這樣還吃得破 你知道嗎 有一個蛋你就會 會容易 蛋白質也好 也會飽足感 然後又有白色 黃色 對 五彩繽紛 真好 很簡單 很健康的 但是我會告訴大家 不要吃那些什麼 青島醬那些 盡量不要 對 那盡量不要吃 那就是發胖的根源 我兩個要告訴大家 油啊 油吃太多 像什麼油炸物 就吃八豆 你油吃得多 肚子會變很大 OK 第二個吃甜的 吃糖的 你會 脖子會變很寬 真的嗎 臉會變大 這是真的 甜分都跑到這邊來 油脂都跑到肚子 這樣子我們就吃個沙拉可以飽 那假如呢 你要想肉的話 就我們這個 這個煎鍋 平煎鍋 肉把它去 不要放油去烤一烤 乾煎 放上去 對 雞又有肉了 羊肉又有蛋了 又有蔬菜 那吃得飽 錢吃得飽 還會減肥 那最重要我是用 橄欖油 橄欖油 整天橄欖油 吃得健康 對 會健康 這非常好 油脂兩種 一個橄欖油另外一個就 你看看 要好的橄欖油 好的橄欖油 再來是醋 醋 你看看 你看看 泡三米糕 你看看 有夠酸的 它是來 來什麼 酸酒 這個是有年分的 有年分的 對 這麼多 這樣越吃越刷 你知道嗎 你看這樣健康嗎 很健康 很健康 光看就很健康 不然你七十歲還生這個魚 真的 拜託了 長七十年次 好 你看看 我們這樣很平常的一個沙拉 就起來了 雅琳 有 妳嘗嘗看 嘗嘗看 妳都吃慣喜 我都吃過 我都吃過 我吃得翻過 翻過 翻過 這是加醋的 它隔著就好了 再給妳加一點點 看看 醋加越多越好吃 我感覺已經到義大利了 是 真的 真的很有那種感覺 真的 我們現場能辦法煎肉 如果煎個牛排 為什麼 不得了 我跟妳講做得很簡單 你在家裡雞排 牛排 拿車用煎這個 沙拉用這個 這一鍋燙就好吃的飯 而且很健康 很健康 原來很簡單 這樣我也會怎樣 這一鍋也好了 好 你看 你看 香噴噴 你看 都滾了 滾了 有 漂亮 你看 冬瓜也有了 地瓜也有了 什麼瓜都有了 太棒了 今天這一個好鍋 還有這個沙拉 我們充分帶大家 已經到義大利去了 真的 謝謝菲姐 那其實呢 因為文婉的幫忙 所以這些呢 都可以在直播上看得到 對不對 有 在一般的通路都看得到 是喔 電箱也可以 我們有實力就永遠 往前衝 衝衝衝 我們來看這段直播 我來當攝影師大瓜 什麼的 不像一般的 很美 妳看看有沒有 美麗 脆硬硬 漂亮 對 就把它丟進來 芥菜 來 芥菜 妳還真不錯耶 這芥菜 菲姐我真的有煮喔 讚耶 我還知道是芥菜 不外人真的 像文婉的那樣 不外婆都拆過了 妳們昨晚拍完 我待會兒 鏡頭前 一搭一唱 炒熱氣氛 好久不見的菲姐 重回螢光幕前秀廚藝 但這個舞台很迷你 原來菲姐和網紅合作 準備轉戰 網路直播 麗芷姐妳知道嗎 菲姐70了耶 好可怕耶 好可怕耶 這個鏡頭看起來 真的像姊妹 真的 沒有 我剛剛說 我明明記得菲姐 跟我黏得差不多 妳這樣就浮誇了 謝謝 謝謝 菲姐真的好可愛 妳還真有良心耶 有良心的人不多 尤其是男人 真的 我跟你講在這邊說 我們都是女人鍋 妳念要個鍋 不要男人 一到媽媽便當 沒有多餘香料和油分 也能色香味俱全 甚至還現場 揶揄一番富心漢 菲姐的廚藝 向來走簡單大方風格 剛好結合時下 網路世代的素食主義 同樣在媒體打滾多年的 好友呂溫婉 一句話 勸菲姐走出人生低潮 其實直播也是 另外一種形式的第一線 就直接跟粉絲互動 我覺得還滿有意思 我覺得不錯 還加油啊 妳看她這樣笑咪咪的 對啊 跟妳在一起她很棒 翻開昔日的舊照片 菲姐從35年前 就遠赴義大利批貨賣鍋子 直到四年前餐廳開幕 一步步走來 她都是一位 刻苦耐勞的新女性 現在也期待在網路世界 找到滿滿的大平台 我們來回想一下 妳看 從之前 這個 很經典的照片 很經典的 對不對 這個就是 歐陽菲菲本尊 對 對不對 真的 然後 多巨女王 甘育菲同學 菲姐 所以這個是 剛開始會 你好像有模仿過對不對 對 那個時候是小燕有約 她說因為我以前在洗來燈 就現在中校東東那個洗來燈 這邊教媽媽教是 教十六年 所以那個時代很多的製作人 就說 看我們進出那個來來的 很多人 每個人怎麼看我這麼像歐陽菲菲 就一直邀請我上節目 剛剛我跟她說我不要 我不會唱歌 妳不要讓我去 她邀請了差不多一年多 後來最後 我就被 是洗來燈那些櫃台小姐 幫我報名 就報應家行去 其實歐陽菲菲真的看到她嚇一跳 嚇一跳 對 她有這麼嚇一跳嗎 她的穿著讓她嚇一跳對不對 我穿這套衣服是她有一套 有一首 明星還明星 我穿這套衣服是她有一處 一個唱片是穿這種衣服的 Love is over 妳也會唱Love is over 但是我不知道 她那天出現是穿這樣子 我就 嚇一跳 反而妳比她更亮 結果還大家以為 這個歐陽菲菲在這邊 真的很多的記者弄錯了 是喔 那妳從小是 就長得像嗎 就被人家誤認過嗎 可是我們說是 當時歐陽菲菲 大概很年輕 很小就去日本了吧 對 當時我在譬如說 我結了婚去菜市場買菜 那些菜市場攤販 都不問我姓什麼 叫什麼太太 叫妳姓什麼 都不問的 歐陽菲菲的四個字都叫出來 那是歐陽菲菲 要不就菲菲啊 直接認定她 就指定就認定我了 妳看這個 這張照片 這是 好繽紛 妳是把聖誕禮物都放在頭上 對 聖誕節 每一年聖誕節 我做節目不是做了14年對不對 14年的聖誕節 我都每一集都不一樣 每一年的聖誕節的裝扮 都不太一樣 對 主題也不一樣 那個上面是有點蠟燭吧 對 有點蠟燭 它的頭髮上面是點蠟燭 金色的蠟燭 有火了 有火了 所以妳看她也是拚命三娘 真的是 菲菲姐會在做菜這個領域紅 不是沒到了 妳看她的造型就這麼吸睛 不過在這邊可能 借我一個大禁止 也勸所有的媽媽 父你們 真的 碰過危機的時候 就是轉機 自己要裝機的時候 真的要用起來 對 我們不要被欺負 對不對 我們是一定要打招 但是不能讓人欺負 對 我覺得是這樣 對 今天聽了菲姐的故事 好多感觸 對 是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所以 所以表面上 我們菲姐就是一直這麼的開心 對 但承受了很多很多 你看不講都不知道 對 但這一路上 還好有好朋友的幫助 這真的是很重要 對 所以要相信自己 我們都是有力量的 可以幫助自己 也幫助別人 對不對 是的 我是救星 You are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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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心來到這個節目